坐一下这个天心小轮准备从尖沙嘴去中环 今天放假嘛 人非常非常非常多 大家看一下 这些都是要去中环 因为天心小轮其实是一个比较方便 因为如果你在尖沙嘴的话 你去中环直接坐这个就可以过去 然后速度也还比较快 又有风景可以看 价钱又比较便宜 今天周末应该结价是4块多吧 平时应该只要3块钱 还是很受欢迎的 这个比较多的 今天就是四块鱼 8块鱼 一块鱼 鱼 IFC的苹果店 人还是非常多 应该是 因为最近有新的iPhone 还有其他的 反正主要是iPhone 这些产品发布 应该还是有很多人来 来体验 然后这个中环天朝上的人 还是人来人往 各种旅来坐船的 逛街的 还有卖艺 还有这些菲律宾的庸人 因为今天好像节假日 菲律宾又是放假 所以很多也就在外边休息 所以就非常非常的热闹 给大家看一个有意思的广告 一目真信 这个应该是个侦探吧 可以去侦查冒牌清权感情寻心还有工商 哇塞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然后刚好到这个地方 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 叫雪场街 我猜它之前应该是做雪糕的地方 这里就是中环的主街道 皇后大道 看这些楼 都是各种金融机构的总部 还有很多奢侈品的门店 我相信这应该是很多金融人士的梦想之地 这条路就厉害了 咱们看到前面的一个楼梯 上面好多人在这里拍照 这个其实就是香港一个很知名的景点 叫做煤气灯街 就是有很多煤气灯 然后之前是有很多TV还有电影 都在这里取景 所以说还是一个会有人经常过来打卡 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就是游客必打卡的景点之一 煤气灯街 就是这样的四个灯 下面有两个 上面有两个 然后应该是有很多经典的镜头在这里 诞生了回头可以查一下 但是呢我今天过来不是过来这个煤气灯街了 其实想去他边上的另外一个地方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过来打卡 以及做一个流年吧 是什么地方呢 Starbucks 对是的 我要过来星巴克 不过来 我没关系 我还没关系 因为这些是非常值得的 我还没关系 在哪里 那里 我还没关系 你把这些人的镜头 我还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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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这些人的镜头 好吧 今天打卡这家新马克失败了 第一是因为 里面全都是人 坐得满满当当的 第二是因为 因为这个新马克是跟 香港的一个本地的设计品牌 做的一个类似于 是像茶楼 茶室一样的一个新马克 所以里面有很多 这些茶室的装修 这些老香港的一些 画之类的 我之所以想来是因为 第一它可能到十月中旬 就要结业了 所以值得过来打一下卡 第二是因为 之前传说这里面 可以吃到像菠萝包 像之前香港 比较著名的这些奶茶 但是现在看起来 它跟其他的新马克 没有任何的区别了 也没有之前的那些 香港特色的这些食品供应 所以说也没有地方做 那就做了一个失败的打卡 就先 这个新马克就先 拍到这里 然后去看一下 有没有其他的 可以好吃的东西 Let's go 这个中环市场是以后来香港玩 可以来打卡的一个地方 它这个中环街市 不好意思 它这个街市呢 其实之前是很早的一个老的中环街市 但是中间被荒废了 据说有20年吧 然后最近上个月才刚刚开张 里面有很多吃的呀 然后像其他街市一样的卖的各种 估计是食材啊 然后还有一些小商品的市场 所以还是很有意思一个地方啊 推荐可以来打卡 这个莲香楼也是全香港非常著名的 就是那种老式的港式茶餐厅 中间关过一阵子 因为好像是房租太高 然后老板要结业了 后来反正经过了一系列的这些 这些运作 然后终于又重新的 重新的这个 开始营业了 我去吃过一次 说实话不太会吃 因为都是一些老式的点心 然后写单啊 然后一些吃的东西都是比较传统的 因为不是很懂嘛 所以就就还可以 可以的来尝试一下 来打一下卡 本来要来吃的一家酒精牛腩 依旧没有开门 应该已经 我这好像一年多没开门了 应该是疫情之后就没有再开门了 虽然现在疫情缓解了 香港糖食什么都正常了 没办法 有名 任性 所以还要继续去找 其他的 其他的想吃的东西 Let's go 好吧 吃完了这家南方远 然后这还是算一家香港的老店吧 一家比较值得搭去打卡 因为刚才 第一个是因为太饿了 第二是因为里面人太多了 所以就没有猜 我觉得 两样东西值得吃 一定要来吃吧 一个是他的奶茶 他的标志 一个就是他的西多士 西多士真的是 YYDNS 其他的反正也都可以尝试吧 这两个我觉得一定要吃 下午4点多才吃今天的饭 累死了 又热又累 广东可能要到 广东跟香港可能要到10月中下旬以后才能慢慢的变凉了吧 咱还要等半个月以上 今天还是32多 好吧 今天也进行了一个比较失败的探店 然后也吃了 终于吃到了饭 好吧 再去逛一下 那今天视频就先拍到这里 一期相当水的 没有什么营养的视频 好吧 是这样